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觀天之道 今集繼續有茉康師傅 你好 師傅 你上一集跟大家介紹過 有十顆星是會化妓的 包括了太陽、太陰、廉晶、巨門、天璣、文曲、天童、文昌、舞曲和貪郎 上一集我們已經介紹過五顆星化妓的情況 如果大家錯過了 記得去到道通天地的YouTube頻道 你就可以重溫上一集五顆星化妓的情況 今集馬康師傅 我們會介紹另外五顆 沒錯 我們會介紹文曲、天童、文昌、舞曲和貪郎 幾年新人就是文曲化妓 文曲本身就是一些技藝、才藝之星 那化妓就是怎樣?它會沒有這些技藝嗎? 其實代表在它的技能上我們叫做失卻了 或者我們叫做它想一個行動力 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都會把文昌當作一個思維的星 文曲代表行動力 如果它譬如文曲化妓 就代表它行動力不足 有時只是告訴你 它做的事情做得不太好 或者它沒有動力去做那件事情 我們就稱它就是文曲的化妓 那如果譬如在命公的三方四正 見到文曲化妓就代表著怎樣呢? 那你見到這個命盤可以看到 譬如它本身就是太陽巨門 而對公就撞到文曲的化妓了 那如果文曲的化妓的話 很多時候那個命主我們叫做 就會容易被人騙的 那當然了 紫微斗數有相向的 你可以騙人人騙你都可以的 那有可能就是你被人欺騙的成份居多 為什麼呢? 文曲有一種特質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的文書失誤 就是說可能在文字上容易會產生錯誤 或者是有些事情的不好 或者最基本上我們文曲 代表是數字上 數字上容易會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甚至乎我們說文曲是一些口頭的承諾 代表這些人容易呢 就是會剛才說說謊 或者是什麼呢? 失信於人 就是答應了別人說做那件事情 做不了 那其實官獨公共財法官見到 那個情況都是很容易就會 就是因為文書或者被騙這些情況 沒錯沒錯 那如果比如工作上呢 就是說你工作上可能你有機會簽約 譬如你做一份新工 你有機會簽約 可能數字上的失誤 而令到你有所錯誤 又或者這麼說 比如說財白上 譬如你做投資投機 可能真的剛好說錯了 譬如假設 原本我想說我入一萬元的東西 可能變成十萬元的東西 那可能因為這樣 就是一些數字上的失誤 而令到自己有招致 無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損失 我們都會歸類在文曲聲裡面的化技 那這些真的要特別小心 其實可大可小 有些情況是可以被騙 可以是很大的 那如果文曲法記 去到一些六親公位又如何呢 六親公位呢 剛才我們都說 代表是被騙 那當然如果擺在六親公位的話 有個不好處就是 容易被另外的人去騙 那但是最基本就是夫妻公 因為如果夫妻公的話 有這個特質的話 就代表有這些情況 不過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說夫妻公的話 可以代表另一個人的樣子 那如果剛好你文曲法記的話 只要它有個特質 其實都可以認到 我們叫做輕驚 你認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譬如你另一半的牙齒不齊都可以 是呀 牙齒不齊都可以 這樣都可以 那其實反而六親公位相對地 你如果嚴重就可以很傷身 是呀 被人騙了 或者是欺騙了 就是輕驚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認到 認到他的樣子 是呀 或者某些東西都可以 那如果他文曲法記 在這一個福德公 又代表了什麼情況 嗯 我們都說過了 福德公是一個人的精神思想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去處理 就是 代表他思維上容易 有一些欺騙的成分 剛才都說 或者有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他有一種特質就是 口頭上的失卻 口頭上的失卻就是 剛才都說了 答應了別人的事情做不到 那麼他思維上一定會更加 演繹到這件事 就是他腦裡面很想做這件事 但他實際行動上 他根本做不到 但是他答應你先 嗯 那如果去到欺騙功又如何呢 記住了 我們說過文曲文昌星系的 都是一些桃花式系 所以容易會有一些 我們說的腎水 或者桃花性的病 相對會較大些 那麼自己要小心一點 這方面就沒有什麼大問題的了 天同星是一顆福星 平時就很喜歡這顆星的 但是他化技會變成怎樣呢 天同這顆星呢 本身是代表一顆響福的星 代表一個人能不能夠響很多福氣 都是看這顆星 但是如果他一化技的話 有一個特質 就是他會容易沒有那麼多福響 就是很想響福 很想偷懶 但是經常都未必有機會被人 就是他讓他偷懶 或者他一偷懶 就當然被人看到他偷懶 所以他就逼他沒有得懶 那如果 即是說明公 官奧公裁八公 看到都 這些人其實很 經常想偷懶 但是還沒上班被人捉到 是啊 經常都是這樣的 假設他不想上班 假設他假裝病 怎樣被人發現他假裝病 就是他偷懶 但是如果在官奧公裁 代表什麼呢 就是沒有死亡 我們叫做 就是經常都很忙碌 經常做到自己很忙碌 因為剛才都說 他本身是很響福的星 變得不曉得響福 所以變得就是 經常都好像很忙碌 很忙碌這樣 令到自己壓力大了 天同星之前 你都有提過 有一種白手興家的意味 但是如果化了忌 是不是他 都不能夠白手興家呢 反過來應該是 他更加要白手興家 反而是更加勞碌 所以他擺在官奧公 擺在財白公 那種白手興家的意味 或者是 先卡渣後剔的意味是更強 尤其是在財白公的話 他更加不能夠繼承組任 一定是會先破敗而有的 譬如在田澤公 天同更加有這種特質 就是先卡渣後剔 而且那種有機會 就算他繼承組任 有機會 他都一定會敗家 他才會重新再來過 天同星 我們之前都喜歡他一陸襯公 因為其實是開心的事 但花記又如何呢 花記就一定是不好 因為第一就是本身這顆星 天同星 我們都講過 他比較容易情緒 容易動盪些 還有其實也有另外一個問題的原因 是因為 天同星這顆星呢 他有一種特質 尤其是他擺在子女宫 這個真的要提一提各位觀眾 要小心 那如果譬如你化記星呢 守在子女宫呢 或者是本身大運的子女宫行的話呢 那你有時生小朋友要很小心 尤其是要檢查清楚 因為天同星呢 如果他擺在福德宮 或是子女宫 尤其是子女宫 他有時會生一些 有智力上問題的小朋友 是我自己都驗證過很多個 無論是客人 朋友 都是這樣的情況 都比較 真的要小心一點 那這個問題真的嚴重 就是天同化記 在子女宫的朋友 真的要注意一下 那你剛才也提過 福德宮都會有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是 是 是 那除此以外 在福德宮的話 天同化記又會代表了什麼呢 那天同化記因為有一種特質 我們以前經常都講過 就是因為他懶的聲 他當然很希望發來張口 錢來張受 那所以他如果有一個特質 就是如果他發記得 而會四殺太嚴峻的話 就剛才我們講的 可能他智力上有點失卻了 那他就真的變成發來張口 錢來張受 那差不多是要拿政府的支援 或者要人照顧 那但是如果正常來計 譬如說他四殺不多 他就一個是偏向於極懶的人 只能是說他懶 但是他就做事比較一板一眼一點 因為他以前都是說他很喜歡 不喜歡變 不想去改變 打形的改變 他就比較 你叫他做一 他就跟著一 做二 他就跟著二 你剛才說到四殺 就是如果嚴重的時候 就會有那些情況之類的問題 沒錯 沒錯 怎麼為嚴重呢 就是三顆 還是要有四顆才是呢 因為他特別有些星是喜歡一些的 慶陽和火星呢 對於他來說是有衝擊力的 但是譬如 零星 陀螺來計 就相對沒有那麼好 所以代表是他有這些特質 又或者我們說兩顆 比較影響一個人的思維的星 譬如地空 地劫的話 都是要小心一點的 如果是的話 太嚴重性的話 影響到 那就會有機會是大的了 那如果天桃化妓落了 在窄窿又如何呢 那通常都是脾胃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說過 它一些都是比較 腸胃性的星系 所以如果是的話 都是一些脾胃上不好的地方 機會大些的 剛才師傅你講過 文曲聲是代表行動性 而文昌就是思想性 但是思想上面 化妓又會有什麼情況出現 其實我們會通常說 如果說這種法技的話 除了剛才也說 桃化性質 或者口頭上的承諾之外 我們歸類 文昌聲是文字為主多的 譬如我們剛才說 譬如合約上 文曲是數字上 或者是不同 所以文字上的失誤 是比較嚴重性大些 就是一定是說 剛才所說的合同 或者個人行為上 被人騙或者騙人的情況 是比文曲嚴重一點的 哦 即是說 其實他在命工的三合工 看到的情況 可能跟文曲法技有些類似 但是那個嚴重程度 是再多一點 沒錯 當然 你一定要很小心 還有譬如你文昌聲的法技的話 有幾件事是特別 真的不能做的 第一就是你不要跟人做擔保 剛才我們都說過容易有文書上的失誤 已經 如果你想想 你說我擔保他 借一百萬元 可能他真的走了 可能承擔者就變成你了 所以相對地 如果你要做這些類型的一些擔保 或者做一些我們叫做借貸之前 真的要考慮清楚 那會不會重新這些文昌法技 在官奧公開 譬如他工作上面 又不是有些什麼工種 是特別不好做的 譬如你找得好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過 如果文昌文曲 是利文書本身是好的 又或者他配合得好 譬如假設我們說 他是巨門星 假設他本身是應該做律師的 但是我們說如果他有文書上的失誤的話 有時候你都知道 譬如他做一些 就是我們說 傻裂那樣 譬如他可能是真的要幫人簽一些 買賣合同 尤其是樓宇 可能差一個零 多一個零 少一個零 差很遠的了 那文件上的失誤 我們都特別要留意 譬如你剛才問 這些工作上的事情 就要好小心 嗯 那就是要選一些工種 是不需要整個簽 是啊 是啊 就是不要那麼多簽名 或者要代表公司有些事情要去做的話 會好一點的 嗯 那文昌法紀錄在六親工位的情況是怎樣的 嗯 他呢剛才和文曲是有二曲同工的情況 那一樣都是容易會被他的另一半 或者他的家人呢 容易出賣或者影響到他 嗯 那麼我們都說呢 尤其是昌曲是特別有欺騙那種的模式 那所以如果你放在他的每一個工位 都有這個特質 不過又是一樣了 特別如果放在小朋友的工位呢 要特別小心移教的 就是容易那個小朋友從小 就有說謊的習慣 那所以我們就是 當作父母當然不想 那小朋友從小說謊 說謊說到大 那這個就是 在他的道德標準上 或者行為上 我們都要 比較管束他多少少的 嗯 還有就是如果放在夫妻公 就和文曲一樣呢 他講一句 你信大概兩三成好了 那又可能是 假的機會大一點 我們之前說過 槍曲在夫妻公的 就是那個圖花性質 都有機會容易有第三者出現 沒錯 所以說法記是不是更明顯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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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說的 我們法記有一種特質 就是將那樣東西 顯現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他顯露出來的時候 有這種特質在裡面 所以如果他文昌聲呢 或者文曲聲呢 法記擺在夫妻公的話呢 很大機會有第三者 而是顯現出來 就是他不論識 他不會隱藏告訴你 我沒有第三者 好像這個情況 他現在是紫微貪囊 是啊是啊是啊 很嚴重啊 桃花飯主在法記的話呢 他一定是那些 就是直接 就是爛滾到 他不會掩飾自己 是一個很喜歡爛滾的人 就是擺到明白 我是有第三者 第四者 那現在在夫妻公又如何呢 夫妻公比較緊湊一些 就是人比較急 或者剛才也說 容易是騙人家 或者可能是 比較不喜歡 將他真心話想套出來給人家聽 對自己 對別人都有些保留的情況 那騙公又如何呢 騙公也是和文曲一樣 都是桃花性質為主 都是小心桃花性的病 重要一點 其他就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舞曲聲是行動才聲 而且性格上比較短類一點 再花記 將這些缺點再放大 沒錯 他將短類的性質 是擴大得比較緊要一點 而且都是比較 這顆聲是比較麻煩的聲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過 我們總共有三顆聲 是代表我們的財白 一顆是舞曲 一顆是泰陰 一顆是天婦 一顆是天婦 天婦永遠不會化妓 那是泰陰會 剛剛我們也討論過 我們也說到 舞曲的化妓 就是代表他財白化妓 所以那一年都比較論盡 或者那個忍條命 都是比較論盡 其實他在命公 或者三個公位 或者其他公位 會不會代表他的財白上 比較麻煩呢 沒錯 他代表這種人 是容易在財運上有些緊絕的 比如你看到這個例子 他舞曲是化妓 又撞到文曲 而對公是貪囊 那很大機會 他自己一定會是容易 一生人 或者我們這樣說 他在財白上容易 有緊絕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他無論放在觀錄工 放在他們的財白工的話 都容易有機會在做生意上 或者投資投機上 他都會在財白上有緊絕的情況出現 所以特別要留意就是 如果舞曲化妓的人 如果你真的要考慮做生意的話 一定要很小心 你將資金調配 或者不要過大 或者放大了你的投資 有可能是會損手懶腳離場 那會不會其實 一般那些什麼投機投資都要避免呢 當然 因為我們都說的容易短淚 就是說人家可能 人家投資下去就賺錢的 你化妓的人投資下去就虧錢的 或者我們用我們現在比較 一些人做買賣的術語 這些人就是明登 他買的你就不要買了 如果不然就很大件事了 那舞曲星我們也知道 它是比較孤寡的一顆星 沒錯 沒錯 其實放在錄青公位 我們當然不是太悲慌了 是啊 是的 嘩 最花妓的 在錄青公位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很大機會 我們經常都說一件事 因為舞曲星是形黑性的星 容易有生離死別的跡象 那如果他化妓的話 第一最基本就是 最好就是生離 希望就是說 有時候在我們生活上少見面 反而更好些 有些人是情深圓淺的 但是如果不是呢 又可能是一些性命之憂 但是尤其是我們講婚姻制度上 那我們都講過 無論男命和女命 舞曲星擺夫妻公 相對地都一定是 婚姻是不味的了 而且我們之前都講過 很多顆說 夫妻公擺化妓星 離婚的機會率是大很多的 那所以如果無論 它是男命還是女命 擺在那裡更加嚴重 那特別是 舞曲有一個格局 叫做寧窗陀母 就是會到寧星 文昌 陀螺 舞曲 而舞曲的化妓 很大機會是因為 我們講的因緣上的問題 有些人拿得起貨不得低 有可能因為這樣 而產生了自殺的傾向 所以有時候 如果走到這些限的時候 就自己要很小心 那如果福德公 見到無法的又怎樣 剛才我們都講開了 就是他人比較急速一些 就是比較短類一些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大決定的時候 真的要多問一些不同人的意見 然後才去考慮 如果不是呢 很大機會就是 你越急越快下的決定 就越容易出錯 越容易有事情發生在裏面當中 那如果在這裏面當中 那舞曲化妓又如果 在這裏面當中 因為其實舞曲 亦都可以容易在金屬 譬如載飛 交通意外 在裏面當中 那裏面當中 當然我們經常都說 要很小心 我們所說的意外 譬如真的開車 乘車 要小心一點 有機會容易開刀 那有沒有方法應呢 有的 譬如有時候 可能我們做針灸 捐血 因為我們叫做給五金 傷及到身體 相對地能夠減輕那些問題 接著最後一粒說的化妓聲 就是貪狼化妓 一開始的時候 師傅你有說過 十粒裏面的化妓聲 相對地貪狼化妓 是沒有那麼差的可以 那其實情況是怎樣呢 沒有那麼差的定義 就是都是差的 不過它好一點點就是因為 它能夠把走色才氣 隨便一樣減卻了 就是可能它變成了 譬如琴棋書畫 或者可能它改變了自己這種意向 就是它不喜歡 可能美色 純粹可能它是喜歡 一些欣賞 或者欣賞某些東西 或者它變成了一種 嗜好 或者可能它喜歡美感的東西 它欣賞女性的美感多些 那未必一定是說 它流動於很放蕩不羈的那種心態 那如果差的地方 就是又是怎樣呢 差的地方就是因為它代表這一點東西 這顆星的化妓 代表有一種特質就是掠奪 掠奪 就是想搶別人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講過 其實貪狼有一種佔柔肉 所以它為什麼喜歡走色才氣 我們經常說它是大滾油 是因為它有一種掠奪一些東西的成份在裡面 那所以如果它擺在它的命功 或者它的財伯功 它的職業功 它有少少的喜歡跟別人去爭取 或者去掠奪的某一些東西 譬如你看到這個盤 那個命功就是貪狼 那同時它有陸傳 就一定是我們之前剛剛 最開始講到的一個洋陀甲記 那所以一定它會是一些 掠奪性質會更大的人 就是它一定會對於每一件事 去爭取或者表現自己的話 它一定會主動性去爭取 或者主動性去掠奪 或者主動性去掠奪別人這一件事 那所以如果你剛才問到 放在每一個工位不同的時候 就是它會主動去賺錢 主動去做事 表現自己 希望自己有一個更大的發展 而去爭取很大的表現 即是如果它再遇到很多 我們所講的空星的話 可能這個人的性格有機會 就會變得更差 但要留意 因為貪狼的空星相對地 是比別人少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火星和靈星 就變了火貪和靈貪 有地空地戒 反而令到它踏實了 只是陀螺和瓊陽會比較 令到它比較麻煩 就好像剛才那個盤一樣 既然在冥公三合公位 情況就是這樣 去到六親公位 遇上一個貪狼化的情況 又會變得如何 我們很少說我們的父母公 順便說在六親公位裡面 我們經常說夫妻公子女公多 這次我們就嘗試說父母公 如果父母公的話 有一種特質 就是你的上一代 容易有分離之障 因為剛才也說代表掠奪 即是說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媽媽被人掙奪了 即是說他們上一代 容易有第三者的出現的機會率 是相對大一點的 如果這樣的情況 在譬如子女公有貪狼化的 會不會知道我的子女被人掠奪了 即是有第三者 搞到最後可能 甚至乎撫養權的問題 這個就未必了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它是 我們說的是 一顆桃花星 反而放在子女公的話 有可能是它不喜歡小朋友 它未必想生小朋友 反過來 即是它有選擇的情況下 可能它未必會想有下一代 所以有不同 那現在在福德公的情況又是怎樣 福德公剛才也說了 它個人的侵略性是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有些古書就會說 如果貪狼化妓 你呢 一生呢 鼠虧狗偷的話 它個人 就是喜歡偷東西 喜歡搶奪 其實當然不是 現在這個年代 因為物質比較豐富一些 不一定要搶 不一定要偷 但是我們當然 如果教小朋友的時候 都小心 即是說它不會有這個傾向呢 如果有的話 我們怎樣去教導它 怎樣去控制它 都是一件好的事 所以一定 如果有化妓的話 不要緊要 就給它教一個 正確的道德觀念些給它 那貪狼化妓 那這些欠工 是不是都是小心桃花餅呢 沒錯 它容易有桃花餅 而且它本身呢 是屬水木 一定是腎水 或者我們說木 就是屬於我們的肝臟 容易屈結些 因為你也知道 它有些酒色才氣 那你想想 如果喝得多酒都會傷肝 始終呢 都是這種毛病的機會會大些 所以呢 主要考慮這兩方面的話 相對就沒有那麼大問題了 嗯 十顆化妓星的基本情況 其實這真的是很基本的情況 對大家介紹過 其他不同的星是配合了的時候 情況會有所分別的 而且化妓星我經常覺得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留意的 就是你榴槤大運 遇到化妓星 究竟會怎樣 沒錯 會不會就是 剛才我們之前說的 那麼多顆化妓星 那些不好的東西會出現在 還是其實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究竟情況 哪些時候會嚴重 哪些時候又平安度過的呢 我現在就賣個關子 接下來就有些雜數 那麥康師傅又會跟我們說一下 如果留意的大運 遇到化妓星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的 好了 今集的觀天之道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著 觀天之道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原學話題 下次再見 拜拜